今天晚报当中 研判扁家的最新的诉讼策略 一审应该是放弃的 因为被众判的可能性很高 现在权力要打二审 但是二审呢 到底是要快速还是要拖延 唯一的关键因素是 陈雪冰有没有被放出来 如果放出来的话 就用拖延战术 如果还关在里面的话 可能就要速战速决 赶快进入下一个阶段 东豪是这样吗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因为我想陈雪冰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了 而且陈雪冰的处境 其实是前或夹击 前面四大案宣判之后进入二审 后面特征主义第二层 后面再另案了 那整个陈雪冰的处境里面 你在这个 点是双头作战 然后另一方面 他在不断地对外 对社会呼唤 群众能够支持他 显然这个回应是很新的